耶伦抵达广州 向中国官员表示 你们生产了太多的东西 世界无法吸收 中国向世界倾销新三样 是美国财长访华的焦点之一 加拿大前保守党魁 指中国干预该国大选 令他们的政党失去9个议席 也是他下台的原因之一 法中建交60周年之际 巴黎一家前修道院展出巨型瓷器 请听新闻 今天周四是北约成立75周年 在纪念仪式上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敦促美国与欧洲保持密切关系共同强大 此刻乌克兰在战场上陷入困境 美国介入欧洲的承诺 受到日益加剧的担忧 请听艾娃的报道 是的 面对北约32个成员国的外长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宣称 我相信美国和欧洲在北约这一组织内团结一致 因为我们在一起会更强大更安全 他还补充说 欧洲的安全需要美国 与此同时 美国也需要欧洲的军事贡献 情报网络和外交实力 他表示 有了北约 美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拥有更多的朋友和盟友 尽管美国提供北约70%以上的资金 但长期以来 华盛顿一直呼吁更好的分配汇费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有可能返回白宫的前景 令欧洲非常担忧 他们担心特朗普会脱离欧洲 美国会停止对乌克兰战争的支持 法新社指出 在庆祝成立75周年之际 北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乌克兰问题 因为缺少弹药和武器 应对俄军日益增长的压力 乌克兰在战场上陷入困境 北约秘书长表示 北约的成立建立了历史上最强大的联盟 在成立75年后 欧洲正面临着一场 我们认为已经结束的大规模战争 昨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经表示 北约组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 更团结 更庞大 目前北约有32个成立元国 其中芬兰和瑞典两国是在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加入的 然而今天他受到了乌克兰战争的威胁 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欧洲领土上从未发生过的冲突 同时也受到了美国参与欧洲事务的不确定性的威胁 周三 斯托尔滕贝格就曾毫不掩饰 他对乌克兰前线局势的担忧 要求盟国迅速满足乌克兰在弹药火炮 尤其是对航空系统的迫切需求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美之前 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电话会谈 详情请听法广著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时间4月3日傍晚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电话会谈 表示日本与乌克兰站在一起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这次会谈适应泽连斯基总统的要求进行的 会谈大约进行了30分钟 对乌克兰的支援问题将成为4月10日 在华盛顿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的重要议题之一 岸田首相希望在访美之前确认乌克兰的意向 岸田首相在会谈中对泽连斯基总统和乌克兰人民 坚决抵抗俄罗斯军事入侵的勇气 表示由衷的敬意 此外他还表示将稳步落实2月份 在东京举行的日本乌克兰经济复兴推进会议的成果 日本愿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支援 包括稳步实施排雷 废墟处理 提高农业生产力等项目 在电话会谈中 泽连斯基总统谈到了战争局势 他向岸田表示 俄罗斯军队进入今年以来 已向乌克兰发射了近1000枚导弹 约2800架伊朗制造的沙赫德无人机 和约7000枚制导炮弹 法广特约记者 楚良一发自东京 日本与菲律宾即将签署互惠准入协定 允许部队在对方国家进行训练和演习 请听弗林的介绍 据英国金融市报报道 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姆尔德兹称 东京和马尼拉已探讨了在菲律宾部署日本部队的问题 正指两国即将达成几项旨在加强地区对中国威慑力的安全协议 罗姆尔德兹说 菲律宾和日本即将签署一份互惠准入协定 允许两国部队在对方国家进行训练和演习 罗姆尔德兹介绍说 两国已探讨了以轮换方式部署部队的问题 这种安排类似于美国在菲律宾驻军的安排 尽管菲律宾宪法禁止外国在非领土上永久驻军 罗姆尔德兹说 这是我们过去已经探讨过的问题 我们将继续把它作为两国合作的一部分 再次加以研究 非日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的消息 将向中国发出一个尖锐的信息 即美国即兴盟国越来越担心 中方在该地区的局势活动 包括台湾周边和南中国海其他地区 美国总统拜登将于下周 与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共同主持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边峰会 罗姆尔德兹是在该会议召开前的周三 做出如上发言 罗姆尔德兹说 马尼拉正在考虑我们与日本关系的所有方面 当然这也是其中之一 他预计非日两国将于4月12日 在华盛顿举行的三边峰会后不久 达成互惠准入协定 去年11月 安天文雄访问菲律宾时 两国同意就互惠准入协定展开谈判 同时日方同意向菲律宾海军提供海岸监测雷达 日本外务省的一名发言人在向金融时报发表的声明中表示 两国正在努力争取早日签署互惠准入协定 该发言人说 该协定这一协定的实施将加强两国部队的互操作性 但我们正在探讨在菲律宾部署自卫队的问题并不属实 此外 罗姆尔德兹还表示 美国菲律宾和日本也即将达成协议 三国海军将在南中国海定期举行海上演习 他称三方正在敲定具体细节 据日本气象厅宣布 今天周四在日本东北部福岛县海岸发生 理事六级海底地震单位出发海啸警报 美国地质调查局估计这次地震的阵级为理事6.1级 当地媒体没有报道地震造成的直接损失或人员伤亡 台湾在强震后一天发生了300余次余震 救援人员正在搜救被困的数十人 周三台湾东部海岸附近发生理事7级以上剧烈地震 已只有9人遇难 1亿千零五十多人受伤 强震摧毁了建筑物和道路 并造成多处山体滑坡 救援人员今天周四加紧努力 要解救被困在公路隧道中的数十人 路透社4月3日华盛顿消息 美国国务院2号外交官周三表示 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奥库斯潜艇项目 可能有助于阻止中国对台湾采取任何行动 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罕见地将台湾与澳大利亚海军潜艇项目联系在一起 他告诉华盛顿的新美国安全中心智库 新的潜艇能力将加强和平的与稳定 坎贝尔说奥库斯的潜艇能力在各种情况下都有巨大的影响 包括在海峡两岸发生情况下 美国财长耶伦今天周四抵达中国南方工业中心广州后 向中国官员发出一个强硬的信息称 你们生产了太多的东西 尤其是清洁能源产品 世界无法吸收这些产品 明天周五至下周一 耶伦将与中国高级经济官员举行一系列会晤 耶伦将试图转达他的观点 既生产过剩对于中国来说不健康 美国 欧洲 日本 墨西哥等其他主要经济体 对此的担忧也与日俱争 耶伦将向中方表示 做出解释 那就是如果全球出现 贸易行动将不是反华 而是对中国政策的回应 路透社说 在前往广州的途中 耶伦拒绝透露 他在广州和北京 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 何立峰和广东省省长 王伟忠会面时 是否会提出新关税的威胁 但他表示 拜登政府决定利用投资税收敌免 来发展电动汽车 太阳能和发电 和其他的清洁能源产品的 美国供应链 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耶伦由备而来 3月27日 他在佐治亚州 抨击中国加快太阳能 电动汽车和其他商品生产 他指中国加强能源生产时 不公平竞争 扭曲了全球价格 伤害了美国企业和工人 以及世界各地的企业和工人 美国财政部一位高官 预告耶伦访华行程时表示 拜登政府担心 中国过剩的工业生产 会影响太阳能技术 电动汽车和离电池的 全球供应链 尤其担心 中国在这些领域的低价出口 会阻碍美国相关的产业发展 美方所指的 中国倾销过剩产能 正是中国政府近来 引以为傲的外贸新三样 即电动汽车 光伏以及离电池 在中国经济扶苏法力 消费不振的形势下 当局希望提升出口 来拉动经济增长 中国的贸易顺差去年飙升 而中国总理李强最近强调 新三样的出口 去年增长了近30% 叶伦将就此向中方施压 强调中国工业产能过剩 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 预计他还将告诉中国同行 提振中国国内消费市场 才是震道 叶伦去年7月 作为财长首次访问中国 纽时报道说 作为一名反对加征关税的 经济学家 他受到了中国官员的欢迎 他们认为他是拜登政府 内部的一个理性的声音 中国官媒英文版《中国日报》 上周发表社论称 叶伦在中美关系上 以经常采取务实和相当乐观的立场而闻名 并称他是扮演中间神 角色的理想人选 而在一些专家们看来 由拜登政府中的一位 鸽派人物向北京传达产能过剩的警告 可能更有风量 不过 《华尔街时报》引述分析认为 中方的应对之策可能是把矛头对准美国的清洁能源补贴政策 另外 美国国会封杀社交媒体抖音海外版 以及禁止向中国出口先进半导体技术级产品 也是中方的靶子 加拿大前保守党党魁指中国干预该国大选令他们的政党失去了九个议席 可能是他下台的原因之一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 加拿大前保守党领袖埃林奥图尔 周三4月3日告诉加拿大国会的外国干涉委员会调查组 他认为他所在的保守党在失去五至九个席位的原因是 外国针对布列滇哥伦比亚省和安达列省的保守党候选人 以及他所在的政党进行了误导宣传 在一份包含奥图尔与国会调查外国干涉委员会代理律师面谈记录文件中 奥图尔先生表示在保守党选举失利后 一位曾经担任过中共全国委员会委员的知名中共党员 在48小时内发起了反对他的请愿和公关活动 据这个消息说 那位知名的前中共党员叫伯特辰 曾是保守党成员在他发起罢免后 已被该党的全国委员会停职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IFE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这里是巴黎本台本次新闻节目 现在播送完了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IFE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我们是在巴黎向各位播音 接下来请听福林的药文解说 听众朋友们好 4月4日迎来 历史上最成功的多边防御联盟 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75周年 自1949年4月4日成立以来 北约已从12个初创国发展到现如今的32个成员国 大家齐心协力捍卫大西洋两岸 十亿人民的安全、个人自由、人权和法治等利益及共同价值观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周四在布鲁萨纪念该联盟成立75周年的讲话中表示 今天我们庆祝历史上最强大、最持久、最成功的联盟成立75周年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 祝贺大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岁月里 人们对另一场毁灭性战争的恐惧 是真实存在的 因此在1949年的今天 来自欧洲和北美的12个国家的外长们齐聚一堂 签署了华盛顿条约 建立了我们的联盟 在随后漫长的冷战岁月里 它保证了我们人民的安全 从柏林空运到古巴导弹危机 再到柏林墙的倒塌 斯托尔滕贝格回忆说 1979年当我在挪威军队服役时 如果发生战争我们会在前线 但我并不感到害怕 因为我知道我们并不孤单 我们背后有强大的北约联盟 冷战结束后 北约帮助巴尔干地区 结束了两次残酷的种族冲突 2001年在911袭击事件发生后 我们首次援引了华盛顿条约第五条 该条款规定 对于一个盟国的攻击 就是对所有盟国的攻击 从那时起 北约一直站在反恐斗争的前线 斯托尔滕贝格说 204年 俄罗斯非法吞并克里米亚 是另一个转折点 从那时起 我们进行了数代人以来 最大规模的集体防御扩建 今天北约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大更强更团结 最初我们只有12个成员国 现如今我们有32个成员国 因此我们一定做对了什么 我们帮助在整个欧洲 传播和平民主和繁荣 今天我们还庆祝了 许多成员国的中央周年纪念日 斯托尔滕贝格说 两次世界大战冷战 以及此后我们面临的每次挑战 都告诉我们 我们彼此需要 欧洲的安全需要美国 公平分担责任至关重要 欧洲正加大投入 要多得多 今年大多数北约盟国的国防投入 将至少占其GDP的2% 与此同时 北美也需要欧洲 欧洲盟国拥有世界一流的军队 庞大的情报网络 和独特的外交影响力 倍增美国的力量 通过北约 美国比任何其他大国 拥有更多的朋友及盟友 斯托尔滕贝格说 我不相信美国独自 正如我不相信欧洲独自一样 我相信美国和欧洲在一起 我相信北约 因为我们在一起会更强大 更安全 今天上午 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 巴尔上将和我 向北约总部的纪念碑 敬献了花圈 向所有在北约旗帜下 服役的军人致敬 并缅怀那些做出最大牺牲的军人 我们向他们致敬 以及他们为我们所有人的和平 与自由做出的持久贡献 斯托尔滕贝格说 亲爱的朋友们 在我们纪念北约成立75周年之际 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 我们的创始条约文本 这在北约总部还是头一次 就在我们的面前 你们可以随后观看 这是华盛顿条约 原版的 我喜欢华盛顿条约 特别是因为其非常简短 只有几页纸和14个段落 从未有一份字数如此少的文件 对如此多的人 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 如此多的安全 如此多的繁荣 如此多的和平 都是因为华盛顿条约的庄严承诺 我们团结一致 相互保护75年来 我们一直如此 谢谢你们 周年快乐 此外 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鲍尔 亦发表讲话说 75年前的今天 北约盟国签署了一项条约 建立了一个兄弟姐妹的联盟 从最初的12个成员国 到现在拥有32支武装部队的联盟 摆在你们面前的 华盛顿条约中的每一个字 都是盟军为之奋斗的神圣誓言 我们共同保护的不仅仅是个人安全 我们共同捍卫自由与民主 选择为自由而战 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愿望 那就是成为更伟大的事物的一部分 为他人着想 在自我的世界里为我们而战 鲍尔说 当平民寻求庇护时 军人挺身而出 我们是无辜者的盾牌 我们是自由与压迫之间的屏障 这项任务 这个人身目标 是所有男女军人的共同目标 它形成了一种超越战争和时代的无形纽带 这是一种你们可以感受到的纽带 因为你们知道服役意味着什么 准备做出最终的牺牲 这种纽带这种无限的信任 是所有盟军武装部队所共享的 我们感受到战友的安全感 友谊的安全感 鲍尔说 在整个欧洲和北美 350万名男女军人 正在捍卫抵御侵略的盾牌 我们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威慑和抵御任何敌手 在这个世界上 专制政权拼命塑造强权形象 残暴的暴政 竭力剥削人民和国家主权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需要这面盾牌 我们需要向世界表明 民主值得为之奋斗 民主不是一个完美的制度 也无法自我维持 即使在民主制度 已存在了几个世纪的国家 亦是如此 但民主值得我们冒着生命危险 去争取 因为没有选择 没有自由 没有法治 那还有什么呢 我们怎么能为我们的后代 建立一个安全繁荣的世界呢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 也感谢大卫的技术合作 这里是HFE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下面是由瑞迪为您主持的 法国报纸照节目 各位听众 四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 头版以法国国内话题为主 在国际版各报关注的重点话题 有卢旺达种族屠杀30周年纪念 塞内加尔新总统及新政府走马上任 袈裟走廊在战火下面对饥荒 北约组织考虑向乌克兰提供一笔 五年期军援基金等等 除费加罗报一篇短文介绍 中国社交及网络购物平台 小红书的成功秘诀外 各报没有其他关于中国的特别报道 关于中国社交及网络购物平台 小红书令人意外的成功 费加罗报经济副刊刊登文章写道 十年前这款作为迁徙一代的 线上指南应用软件在上海推出 如今以当仁不让成为生活方式指南 每约用户达到3亿1200万 年增长20% 70%的用户为女性 50%的用户年龄不到30岁 主要来自大城市的中产或高知 与其他应用软件的不同之处 是小红书注重购物 生活方式和美容妙招 国际时装周季节到来 小红书甚至有自己的 大家时装周 去年的第三届大家时装周 吸引了近三亿次浏览 文章介绍了该软件的运作方式 并引述金融时报的数据指出 小红书自去年起开始盈利 营业额达到37亿美元 而在2022年 该平台还处于亏损2亿美元的状态 该平台显然开始赢得越来越多的 广告商的信任 尽管其用户量远低于抖音 但其用户特点却更有吸引力 它也是中国少数几家 不以低价取胜的平台之一 该平台越来越倾向电子商务 鼓励用户通过视频和直播购物 正走出一条结合社交媒体 与网络购物的社交贸易道路 平台一度想尝试零售 2018年曾在上海线下开店 小红书虽然比其他竞争平台 更偏向高端 但也需要想办法 让客户下决心购买 很多人如今只是在这里浏览 然后转去淘宝或京东 等其他电商平台上购买 该平台虽然开始盈利 但还需要巩固自己的运营模式 这篇文章写道 2021年这个新创平台身价看涨 可能在纽约在香港上市的传言不断 但北京当局针对科技产业的新政策 最终令投资热情降温 根据中国科幻小说作家刘慈欣的作品 三体拍摄的影片 在全球最大影音串流平台Netflix上线 带起一波对中国科幻文学的关注 最新一期法国快报周刊刊登文章 介绍科幻文学在言论审查环境中 异军突起的现象 这篇报道指出 40年间 此类原本难以征得政治信任的文学 正成为中国最抢手的文化输出品 作者认为 由著名的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 所设计的成都科幻馆 去年10月首次承办世界科幻大会 是对中国在这个原本 有西方主导的领域中的地位的认可 而这股中国科幻热的棋手 就是三体的作者刘慈欣 2006年 三体系列第一部出版 2015年获得第73届 余果奖最佳长篇小说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社交媒体巨头脸书的创办人 扎克伯格都是他的粉丝 他的人气可能还会随着Netflix 几周前推出的改编电影三体 而再度推高 自2015年以来 三体已经在全球售出900万册 这篇文章简短回顾 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时指出 20世纪上半叶 科幻文学曾一度盛行 但在文革中消沉 80年代 中国对外开放 新一代科幻文学作家诞生 科幻世界等粉丝杂志越来越多 但这第二波浪潮 又因为反精神污染而再度低沉 也正是在此时 中国人开始自问 为什么没有任何中国作家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世纪之交 中国首次太空载人飞行成功 中国人对科幻文学的需求 也继续膨胀 2006年 刘慈欣在科幻世界 连载小说三体 2008年 成书出版 当局很快意识到民间的热情 于是大力鼓励 2020年甚至正式成立了一个研究中心 《科幻世界》杂志的销量 也达到40万册 2019年 根据刘慈欣的作品改编的电影《流浪地球》 更是在中国创下了 6亿7300万美元的天价票房数字 但是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 科幻文学种类很多 和警方的《北京折叠2016年》获得余国奖 以超现实的方式 反映中国首都的社会不平等 王坦瑜 唐斐等在国外成长起来的青年女作家 探索的则是性别问题和环境危机 但政府的影子永远都在 有些科幻文学专业记者的电子邮件令人猜测 余国奖评委可能担心北京不高兴 而曾主动排除了一些并非中国籍 但有家人在中国的作家的作品 文章就此写道 真正的问题是科幻文学是否能在一个监控思想的社会蓬勃发展 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这里是RFV法国际广播电台 下来是我台特约记者桑宇 为您带来的聚焦非洲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 3月29号中国动力电池制造商贝特瑞新材料集团 获得摩洛哥政府批准 在北部地中海城市丹吉尔建立电动汽车电池正级工厂 当天摩洛哥王国首相阿奇兹在首都拉巴特主持了与贝特瑞新材料集团的签约仪式 中国江苏贝特瑞新材料集团是新能源行业的明星企业 也是深圳大型投资控股集团中国保安的重要子公司 作为新能源材料的研发与制造商 贝特瑞的主营业务包括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 正级材料及石墨烯材料三大板块 均为制造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 消费电子电池 储能电池的核心材料 贝特瑞集团是全球电池组建制造领域的领军者之一 其客户包括比亚迪、宁德时代、大众、特斯拉等主要电池制造商 该项目也标志着贝特瑞集团向国际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摩洛哥投资融合和公共评估部表示 工厂将分两期建设 总投资额预计3亿美元 工厂占地15公顷 位于地中海沿岸港口城市丹基尔附近的 穆罕默德六市科技城 第一期计划于2026年9月投产 该项目将为当地带来2500个就业岗位 摩洛哥投资融合和公共评估部部长 莫辛·扎祖里表示 该项目是摩洛哥打造电池生态系统的第一个大项目 事实上包括中国国宣高科、广州天赐材料 和中广新材料公司在内的多家中国制造商 已经先后宣布投资布局摩洛哥 近年来 摩洛哥正逐渐成为中资新能源企业对外投资的热土 摩洛哥政府也早已将自身定位为 电动汽车电池和零部件制造中心 摩洛哥拥有生产动力电池所需的多种特殊金属矿藏 如骨、磷酸盐和锂 摩洛哥磷酸盐储量居世界第一位 约占全球总储量的75% 摩洛哥的磷酸盐矿床主要位于该国北部的加利浦地区 该地区被称为世界磷酸盐矿之都 而这里距丹基尔·穆罕默德六世科技城仅一小时车程 磷酸盐在动力电池制造中主要用作正极材料 磷酸铁锂电池具有安全性高 循环寿命长成本低等优点 因此在电动汽车储能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随着磷酸盐正极材料技术的不断发展 未来将会有更多新型磷酸盐电池应用于动力电池领域 当然 原材料储量大国并不是摩洛哥吸引中资投资的唯一因素 更重要的是 在欧美对中国电动汽车产业链开始诸多涉陷的背景下 摩洛哥凭借与欧洲隔地中海相望的地理位置 成为中资拓展欧洲市场的门户 再由摩洛哥与欧盟和美国分别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 也成为中资借到出海 获得欧美10亿人口成熟汽车市场的重要因素 2022年8月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通胀削减法 其中有一项旨在让美国摆脱对中国电动车供应链的依赖的补贴条款 该条款要求汽车电池中使用的关键矿物 至少有40%的价值来自美国或美国的自由贸易伙伴 才有资格获得每辆车3750美元的税收抵免 中资如果把工厂设在摩洛哥就符合税收减免条款 根据摩洛哥投资与出口发展署发布的信息 2023年6月 摩洛哥政府和中国电池制造商国宣高科 宣布将在摩洛哥建立一座100级兆瓦的工厂 总投资额达63亿美元 据彭博社消息 这个工厂将生产动力电池和能源存储系统 为摩洛哥实现打造非洲大陆首个电池超级工厂的梦想助力 国宣高科是中国领先的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 在此之前 中国湖南中委新材料公司和摩洛哥私人投资基金 阿拉玛大公司宣布联手在摩洛哥建立一个工业基地 中委新材料公司是全球最大的三元前驱体和磷酸铁锂 及饲氧化三股供应商 公司产品销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23年6月底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集团发布公告 拟通过全资子公司新加坡天赐投资 设立全资摩洛哥管理公司 从事锂离子电池材料的生产及销售业务 投资总额不超过2.8亿美元 天赐材料是一家成立于1998年的中国跨国化学品公司 是全球最大的磷酸盐系新能源材料供应商 2024年3月20号 摩洛哥丹吉尔胡塞马地区议会宣布 中国湖南中科新中集团计划投资5亿美元 同样在丹吉尔穆罕默德六市科技城建设锂电池副级工厂 预计该工厂占地30公顷 将为该地区创造1500个就业岗位 据摩洛哥经济学家日报4月2号的相关报道 锂电池在摩洛哥的生产成本相对于其他国家有36%的差价优势 到2030年 动力电池价值链投资者的出口额有望达到400亿欧元 摩洛哥自2019年汽车产量超过南非之后 已成为非洲第一大汽车制造国 目前正加速进入电动化时代 以上是今天的聚焦非洲 我是桑宇 这里是Hifi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接下来是由杨梅为您带来的环保天地节目 听众朋友 法国国民议会今天周四省议表决由法国绿党提出的 有关限制以及禁止生产和禁出口BFAS产品的限制令 所谓BFAS指的是由一万多化学物质组成的全浮丸基化和多浮丸基化物质群体 法广在此前的节目中曾经向听众朋友们做过介绍 由于BFAS元素带有防水防高温防渗透等一系列的功能而被用于几乎所有的领域 从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不沾锅雨衣油漆化妆品到国防医疗以及科技使用的高精端器材等等 然而最近三四十年来的科学研究确认BFAS家族的人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从本世纪初开始欧美就开始限制BFAS的生产业使用 200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BFAS列入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目录限制其使用 此外国际癌症机构去年确认了BFAS家族中全浮心酸为高度致癌物 确认另一种物质全浮心丸黄酸为可能致癌物 目前医学界一致公认BFAS污染可能导致包括肝癌肾癌等各种癌症 以及甲胀腺疾病糖尿病生育率下降等等 而且由于BFAS的特性它们会在自然界以及人体中永远存在 今天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土壤河流以及空气中都能够找到至少一种类型的BFAS 绝大多数国家民众的身体都受到了BFAS的污染 由于上述原因 欧美多家生产BFAS物质的化工企业从上个世纪末开始 不断被法庭裁决支付巨额罚款 上周美国法院刚刚批准了美国化工集团3M集团支付125亿美元的赔偿金 以资助处理受BFAS污染的水的技术 此外 该公司已经对比利时以及荷兰作出承诺 承诺将在2025年年底前停止所有BFAS生产 并且承诺提供5.71亿欧元用于清理其位移比利时北部工厂周围的土壤和控制空气污染 美国的另外三家化工集团 科莫 杜邦和科迪华农业科技集团 也于2023年6月以美国当局达成一项价值近12亿美元的和解协议 以避免因全美饮用水受到BFAS污染而被起诉 此外 法国的阿克马集团以及日本的大金集团 近日也遭到他们工厂所在地里扬当地政府的起诉 可见BFAS的环境污染已经受到社会公认 即使生产他们的化工集团也无法否认 而且美国媒体披露的信息显示 事实上 上述企业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已经意识到其产品的危害性 既然如此 那么国际卫生机构为何没有明确地禁止生产使用BFAS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由于BFAS今天已经存在于几乎所有的产品之中 要立刻禁止使用所有的BFAS并非易事 就拿法国来说 就在法国国民议会讨论审议BFAS法案的前夕 法国制造厨房用具的集团Sib集团的员工 就在国民议会门前示威 抗议绿党的提案将会影响他们的工作岗位 此外 除了民众的抗议之外 一些被使用在国防以及医疗领域的 含有BFAS的产品 目前尚未找到可以被替代的产品 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 在BFAS禁令尺度上都景小甚微 当然也有人认为BFAS之所以无所不在 这是化工企业集团共同策划的阴谋 其目的就是要将BFAS渗入尽可能多的产品中 导致政府机构难以立法禁止 为捍卫BFAS受害者权益 抗争了25年的美国律师 罗伯特·比罗特就支持上述观点 最后承诺减少或停止BFAS生产的 欧美化工集团 今天已经将他们的生产重点转向了亚洲 包括中国 当然他们是否在亚洲继续生产 在西方被禁止的产品 这是一个巨大的疑问 中国清华大学的研究团队 2021年发表在 欧洲环境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 中国多个城市饮用水中或含有较高浓度的BFAS 威胁居民的健康 清华大学的黄敬副教授指出 尽管自2002年以来 北美和欧洲已经逐步淘汰了几种BFAS 但是一些亚洲国家仍然在生产这些化学物质 包括特别指出 中国的华东和西南地区的人群暴露在BFAS中的风险相对较高 长江沿岸的部分城市如四川的自贡 江西九江 江苏的连远港 以及长鼠等城市的BFAS水平均大大超过了欧美机构发布的健康标准 报告认为迫却需要进一步的监测和控制治理措施 不知清华大学的上述报告是否起到了推动作用 总而言之 中国生态部在2022年年底明确列出了受到重点管控的新污染物清单 下一步要关注的是这些管控规则是否具体落实 以及它们是否足以应对BFAS污染的严重性 以上是今天的环保天地是由杨美编播 要感谢Matthew的技术合作 更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Hifi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杰莱石游艾米为您带来的北约75周年特别节目 75年前1949年的4月4号 基于两极世界的理念以及事实上对苏联的不信任 包括10个欧洲国家在内的12个国家的外交部长 在华盛顿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 也称为华盛顿条约 北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军事联盟就此成立 在75年之后这个不断壮大 但是依然受到多重威胁影响的军事联盟 依然是以俄罗斯为主线 尤其是俄罗斯在两年前对乌克兰的入侵 唤醒了北约 但是这场战争也标志着欧洲75年来和平红利的一个终结 在当时签署了华盛顿条约之后 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就表示 这个条约是一份简单的文件 签署它的国家同意遵守联合国的和平原则 相互之间保持友好关系与经济合作 每当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土或独立 受到威胁时共同协商 并为任何可能受到攻击的人提供援助 如果今天有什么是确定的 如果未来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 那就是世界人民追求自由与和平的意愿 也是抱着世界人民追求自由和和平的愿景 经过75年的发展壮大 截至今年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盟已经发展成为 拥有32个成员国的国际组织 而这32个国家的外交部长也在本周三和周四两天 在北约总部举行会议 除了要庆祝该组织成立75周年外 也要为定于7月份举行的华盛顿峰会做相应的准备 为了庆祝75周年 华盛顿条约的原件也首次离开了华盛顿 到北约总部展出仅仅两天的时间 北约的历史和近代西方乃至世界历史都息息相关 首先它是二战之后西方阵营 在军事上实现战略同盟的一个标志 也是马歇尔计划在军事领域的延伸和发展 是以美国、英国和法国为首的欧洲防务体系 以及西方世界重要的军事联盟 是欧洲、北美洲国家为实现防卫合作而建立的国际组织 其成员国拥有大量核武器以及常规部队 正如比利时的国防部附属智囊团 安全与防务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霍里克斯指出 北约组织从它成立那一天起就一直受到威胁 该联盟的成立也是为了应付苏联的威胁 其目标也是防止苏联的攻击 北约第一任秘书长英国巡爵伊斯梅 甚至宣称北约的作用是要把俄罗斯人挡在外面 把美国人拦在里面而把德国人放在监督之下 比利时前首相同时也是监 1957年到1961年的北约秘书长斯帕克 曾经指出北约就是斯大林的孩子 的确1949年的3月18号 美英法针对苏联以及东方集团 公开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各创始成员国在4月4号 在华盛顿签署的北大西洋公约 宣告正式成立之后 这个组织就在不断的壮大中 1952年2月份希腊和土耳其加入 1955年5月希德加入 而正因为希德的加入 苏联集团也在当年成立了八国组成的 华沙条约组织来抗衡 1990年代随着华沙公约组织的解散和苏联的解体 欧洲的政治和安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军事开支占世界国防开支70%以上的北约面对的议题 也从过去的军事威胁的扩散 到了全球恐怖主义 能源安全 全球暖化 疾病 网络攻击 以及大规模杀伤力 武器扩散等各种问题之上 而根据最著名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第五条规定 一旦确认其中一个成员受到攻击 就视为是针对全体成员的攻击 其他成员国也需要做出及时的反应 这个条款一般被解读为各国部队将自动参战 并不再需要各国政府的授权 也就是集体自卫权 这个条款在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 被首次激活 这个条款也是吸引其他成员加入的一个原因 在苏联和华沙公约解体之后 北约就在不断的东扩 1999年接纳了波兰匈牙利和捷克 保加利亚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立陶宛 多马尼亚 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 这七个国家在苏联解体之后 不久就开始了加入北约的谈判 并成功于2004年的3月29号加入 2009年4月1号 阿尔巴尼亚 克罗地亚也加入了北约 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之后 芬兰和瑞典这两个长期中立的国家 也要求加入北约 并且分别于2023年和今年成功入盟 被认为是该联盟从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 吸纳东欧成员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扩张 实际上 自从加入联盟之后 东欧国家就经常受到俄罗斯的威胁警告 并且利用苏联占领造成的民族创伤 作为其可信度的证明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 就被认为是这种担忧的一个证明 西方国家做出了最强有力的回应 包括向乌克兰提供设备和资金 并且推动对俄罗斯更加严厉的制裁 许多人都认为 对于一直试图阻止北约 进一步扩大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来说 目前拥有32个成员国规模的北约 无疑是一个打击 普京入侵乌克兰不但没有拔掉北约 反而给了它一个奠基 北大西洋联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 但是同时也不可否认 依然面临着多重挑战 2019年当北约部队刚刚从叙利亚撤军时 法国总统马克龙给北约做出了脑死亡的诊断 两年之后灾难性的从阿富汗的撤军 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这还没有考虑到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好战欲望 他在2022年2月24号出兵攻击乌克兰 但是战争重返欧洲也唤醒了北约存在的理由 三个月后 瑞典和芬兰结束了中立地位 要求加入联盟来保护自己 免受俄罗斯雄的侵害 这种重新发现的团结 也就是纪念北约75周年的重点所在 北约当然没有卷入乌克兰的战争 但是对于盟国来说 俄罗斯的胜利绝对不是一个选项 北约的扩大伴随着其成员国从入侵乌克兰的第一天开始 就用运送武器以及弹药的方式向乌克兰提供前所未有的军事支持 两年以来 这种援助也由大约50个盟国在乌克兰联络小组的框架下提供 为了阻止俄罗斯军队的过度扩张 北约也在陆地空中和海上加强了其东翼 特别是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罗马尼亚 但是去年乌克兰的反攻失败之后 俄罗斯的军队正在逐步恢复其实力 在美国尽管拜登总统支持乌克兰的力度从未减弱 但以前总统以及下一次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为首的共和党人削弱了对基辅的支持 乌克兰人急需的6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在美国国会做到阻拦 欧洲外交主管伯雷利就一再警告说 欧洲将继续支持基辅 但是无法取代美国的援助 乌克兰衰弱的问题也成为本周四 在北约总部举行的部长级会议的一个核心议题 与此同时 俄罗斯也进入了战事经济状态 将三分之一的支出都用于军备和国防工业的复兴 这就让一些西方国家首脑发出了警告 俄罗斯可能在未来几年之内就威胁到北约的领土 德国和波罗的海国家瑞典以及波兰 都正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 德国情报部门甚至提到 俄罗斯将在2026年对北约发动袭击 尽管还在2022年将俄罗斯列为 对盟国安全以及欧洲大西洋地区和平与稳定 最重大以及直接的威胁 但是克里姆林宫远非当今北约联盟面临的唯一威胁 如今的威胁是多重的日益复杂 而且数量众多 除了俄罗斯之外 一些国家行为者最近也加入了北约对手的行列 北约在2022年就首次将中国列为潜在的威胁 同时由于其核武库及其侵略性 朝鲜被视为是北约的威胁 就像伊朗一样 叙利亚的化学武器以及不稳定的环境 也导致了恐怖组织的繁荣 而这些政权都再次得到俄罗斯的支持 今年1月份 北约军事委员会的主席鲍尔发出过明确的警告 他说北约国家的军队以及他们的整个社会 都必须要适应一个新的不可预测的时代 在美国对乌克兰援助减少的背景下 对这场战争未来的悲观取代了之前几个月的乐观情绪 除此之外 如果特朗普在11月的总统选举中获胜 大家也对美国未来在北约内的承诺表示怀疑 北约的未来当然也要取决于下一任的秘书长 目前有两名候选人参与角逐 他们是将卸任的荷兰首相吕特 以及罗马尼亚的总理约翰尼斯 以美国德国为首的各大国 都将目标瞄准了旅特 但是北约方面也表示 罗马尼亚的参选 首先是为东欧国家获得保障的一种方式 谁将成为现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继任 联盟32个成员国代表 都希望在7月份的华盛顿峰会之前 能够达成共识 以上北约特别节目 有爱你编播 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FFE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接下来请听由艾瓦为您带来的健康时间节目 各位听众好 日本著名企业小林制药被爆出巨大丑闻 因服用该公司旗下生产的保健品而死亡的案例 在上周末已经增至5人 且另有114人入院治疗 导致这家日本企业在保健品丑闻中越陷越深 目前保健品丑闻还在继续发酵 且愈演愈烈 并波及周边国家和地区 小林制药在3月29号宣布 正在调查第5起可能与她生产的一些保健品有关的死亡事件 引爆丑闻的保健品还有红取成分 据说这种保健品可以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 此前一天 小林制药已经宣布了两起新的可疑死亡事件 据日本共同社援引该公司的话说 有的死者年龄在70至90岁之间 且患者患有肾衰竭 并提及四肢肿胀和疲劳等症状 此外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也出现了6起与小林制药红取保健品有关的身体不适案例 小林制药是一家家族企业 他的总裁几天前和公司的高管一起 在镜头前向公众鞠躬致歉 以示忏悔 他说对于我们造成的巨大焦虑 我深感歉意 他还表示感到遗憾的是 尽管公司自1月15号就收到了一位医生的初步警告 但是公司直到3月下旬才对此事进行沟通 并启动了对三个系列的相关产品的召回 日本后生劳动大臣在丑闻爆出后表示 小林制药在调查期间没有向政府提供信息 以确定这些问题的原因令人遗憾 日本首相上周四也在议会上承诺 一旦查明原因政府将研究采取必要措施 以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据小林制药在上周五向日本主管部门出具的报告 公司生产的红麴保健品中导致问题出现的成分 可能是一种叫青霉酸的物质 这种物质在去年4月至9月份生产的红麴补充剂中测到 补充剂是在公司大阪工厂里生产的 据日本电视台的报道 小林制药保证这种物质是无意渗入的 并解释说它可能来自美菌 红麴被认为是一种天然胆固醇降低剂 但多年来的研究一直警告说它具有潜在危险 因为根据它的化学成分 红麴可能会损害肝脏或肾脏等器官 此外小林制药上周还承认 日本曾向日本约50家其他公司 以及台湾的两家公司供应了红麴米 作为预防措施 日本众多公司已经开始召回自己含有红麴的产品 例如起泡清酒 沙拉酱或是名为味增的发酵豆酱 台湾也将200多种含有红麴的产品下架 保健品丑闻不仅在日本国内引起轩然大波 更在中国市场上掀起了波澜 因为涉事保健品在中国国内的电商平台上也有大量销售 不过中国各大电商平台已经将这些保健品紧急下架 中国的消费者可以退货退款 但中国媒体注意到 总部位于日本西部大阪的小林制药 已经承诺会对服用其保健品后出现副作用或住院的人进行补偿 可补偿承诺还是有差别对待的 对日本消费者的赔偿是2500日元贷金券 但对待中国大陆的消费者 赔偿还停留在商议阶段 针对这次丑闻 中国有媒体指出 日本制造并非首次卷入造假丑闻 本次小林制药事件更让中国消费者对日本制造这块金字招牌产生前所未有的动摇 因为中国消费者历来对日本企业有关产品品质的承诺深信不疑 此外 中国媒体还指出 因造假事件频发 鞠躬道歉已经成为日本企业的一致态度 以至于常被中国网友调侃为工匠精神 各位听友 以上您听到的是日本小林制药 深陷保健品丑闻 本次节目由艾瓦编播 感谢Mathieu的技术合作 多谢您的忠实收听 下次时间再会 北约纪念成立75周年 斯托尔通贝格呼吁美欧共同变得更强大 日首相天文雄访美前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举行电话会谈 日本与菲律宾即将签署 互惠准入协定 日本东北部发生6.0级地震 未发布海啸预警 台湾强震后已发生300次余震 救援人员正在搜寻被困的数十人 美国高官称奥古斯潜艇项目 可能有助于阻止中国对台采取任何行动 听众朋友们 I have 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 是由福林为您主持 要感谢马修的技术合作 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 《Mercie Julie》中结束 这是由歌手Jacob & David所演唱的歌曲 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健康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下次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